喜欢贬低打压妻子的男人都有三个心理弱点 看完你就知道怎么去对付他了 第一个虚荣心 他们会觉得把老婆夸得太好太优秀了 会显得自己很无能 连个女人都不如 那只有把自己的老婆贬低的一无是处 才能显示出她的能力和在家庭当中的中心位置 第二个自卑心 他们需要靠打压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自尊 假装自己很强大 这样的男人看起来往往特别的强势 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但其实他们内心极度自卑落入 完全不敢承认和面对 所以他们必须靠强势打压别人来虚张声势 寄给自己洗脑 让自己相信确实自己特别厉害 又能唬住别人 这种男人完全就是能量的吸血鬼 和他们在一起 你只会越来越不自信 直到被他们洗脑成功 相信你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了 第三他根本不爱你 所以连尊重也谈不上 所以他不在乎你的感受 更不在乎你的情绪 所以一个男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在外人面前贬低自己的女人 你都应该要学会反击 当然在生活中的你会变得越来越低 婚姻也会变得越来越煎熬 大家好 这样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 digo 感谢观看